我們這個主題我再進入多久都介紹一下 請問老師平常你的實驗都存在哪裡 一早還是一早 還是一早 好我們只問一個地方 請問你有沒有怪怪的畫面在左的文件點 沒有 哎呦有老師不錯是乖小孩 所以他平常在用實驗有太多問題 那為什麼會特別這樣講 因為我也不是乖小孩 但是最大問題在意什麼 我們剛剛用這個有場面的 我們是有把一些有常用資料表交到我的最愛 這個是除非的概念對不對 但是 你看我們平常 你打開應用程式比如說老師最常用的什麼Odys系列 你在從場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常用的資料表 不會 但是你到處常常看到什麼 我的文件檢 有沒有到處打開都會看到我的文件檢 所以如果你是 就是像我們那位老師是乖小孩的 他沒有檔案放的問題 沒有到處都找得到 但是老師怎麼發我的文件檢 所以你的基調 如果 你如果沒有更改你我的文件檢的預設位置的話 那麼 你 最開心的是萬一我基調壞掉的時候怎麼辦 好 所以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Windows 7 他有一個新的概念叫做 媒體櫃 因為他也開始發現說 但是他不是那麼乖 我就不想要放在鏡頭 對不對 因為我可能會散落在不同的資訊 或不同目錄裡面 這個時候媒體櫃 現在的媒體櫃就可以幫我幫上忙 那各位老師您的畫面先借我一下 好您看一下 我們的所謂的媒體櫃在這邊 這個 你可以把你常用的預設的話 你轉開檔案總管之後 你會發現左手邊 有沒有左手邊這邊有一個叫媒體櫃對不對 這就是 簡單講就是以前的我的文件檢 可是他現在已經有所改善 比如說 您預設的話 沒有這個 因為這會有 1 2 3 4 這4個 好那 這裡面你可以很單純的 像我自己是希望說我還是獨立出來 所以我就 自己放一個 好自己放一個 所以今天我有需要用到的時候 你看我把 打開 有沒有我常用最愛留放在裡面 對不對我點一下去 就過去了 等於說我們最愛就民主了 再讓我們打那種 沒有我最愛的那個 缺憾 他現在是法變成何的媒體櫃 好媒體櫃 你可以這樣點 那麼 你看今天我如果是在這裡 我把它另存的時候 我們平常儲存 也都沒有你的資料夾對不對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媒體櫃 這就看到了 所以你就會很輕鬆的 存到你樣的資料夾去 所以我是蠻鼓勵的老師你可以把你常用的資料夾 你可以加到這個媒體櫃裡面 媒體櫃你要怎麼加進去呢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在這邊 媒體櫃開一個是你的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新增媒體櫃 像我就是你拍一個這個叫文件資料夾 它預測是這四個 假設您就要到它預測也沒有關係 你就到文件這邊來 這個時候呢 你在文件的時候你可以按右鍵 你可以新增資料夾 或者是 你看喔假設我進到這個資料夾 我的軟體 那我覺得 這邊 好假設我進到這邊 我覺得這個我想要把它加 加到媒體櫃 你看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這邊 我現在就在綠色欄裡面對不對 你看它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 這個加到媒體櫃 你只要進到那個不要 等一下就從這邊 看你要增加到哪一個媒體櫃 這樣就可以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嗎 等於有點像好像我們之前傳媒的那種 右鍵加到的不一樣的感覺 對也有點類似結定的概念 只是 這次的我的文件夾 它不是說一定固定要放在 大家放在不同的目錄下 而是可以來自不同的目錄 那這樣所以我們在整理之下去 就相對比較方便 因為有些人 習慣好了就放在一起 習慣 不一樣的 會擺在不同的地方的 也沒關係反正我看起來都一樣 而且用媒體櫃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因為 老師以前在打資料的時候 你覺得好不好找 現在不是資料太早 是資料太多 因為老師有沒有遇過 你的桌面會滿出來 開嘴 因為我自己聽你叫的 我馬上給他看 我馬上就直接 我馬上放泡水 而且不只一次 因為有時候我們 就隨便亂丟隨便亂丟 對不對 但你隨便亂丟的話 桌面丟我怎麼會買出來 他這個時候 就很麻煩了 所以 我們是 當你要找資料的時候 我們這就跟我們下一個主題有關 在這裡 你要會搜尋 你要會搜尋 那麼到了Windows資本之後 他的搜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支援全文堅塑 全文堅塑 以前我們平常都找資料量名稱 找檔案名稱 是不是 那檔案內容 你找不到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用 搜尋的 你看我們在這邊有幾種方式做搜尋 這裡 一種就是 開始 就剛開始那邊有一個叫搜尋 你可以把你的關鍵字打進去 第五種 是你可以用 檔案總管 不過我會建議各位 你用這個會比較方便 那麼 可以有快速線 我們剛剛說 打開檔案總管是用 Windows按鍵加ABCD的E 對不對 那A步 是什麼 所以你這樣就比較快 有沒有打開 有沒有打開 右上角不是有一個搜尋嗎 他在這邊整理 對不對 那麼你看呢 我如果用這個 你如果是從檔案總管 這裡有一個搜尋 在下面這裡 啊就是開始那 也是有 比如說你看我這邊 找搜尋 他把這次幫我找 好您看一下 我找的是中正 那麼 找完了之後呢 他會問你說 我要不要再根據什麼 檔案的類型 有沒有 修改日期要不要再做一下排序 你還可以再做搜尋的條件 那假設我不改變 您看左手邊 沒有發現 這個是資料假名證 這沒問題 好 往下看 檔案名證也沒有 可是 往下看 這個是入境裡面有 有沒有 那我把你標示出來 這個也是入境的 我們再找看看 看看有沒有裡面內容有的 喔 李宗正 所以檔案名證實在講 沒有這是內容的 這樣你了解了嗎 檔案名證實在 是不是這樣我們在搜尋 就是比較方便 那麼原則上的話呢 如果你常用資料假 有加入媒體櫃的 那會優先找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到運動資料 就要比較資料 要提到 把你常用的東西 在媒體櫃裡面 先把它整理好 好 這樣你周庭的速度 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你看這裡也是一樣 有沒有 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所以 新版本在這個部分 確實有比較結束的表現 比較結束的表現 所以 我周庭的速度也要看 那 所以呢我們把這兩個部分 就結合在一起跟老實講 就是第一個 你要善用媒體櫃 第二個就是利用搜尋 那搜尋在它裡面會有一些小技巧 不過老實要輸入一樣 這個補資源這種檔案系統 補資源是一種 你能用降機的機環 用手機的機環 你來存資料的時候 它的擇式就不會是有擇式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像我這裡面 您如果不確定您擇式是什麼 您從我的電腦這邊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你在我的電腦上 就是這個磁列機上按右鍵 內容 老實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 NTFS 對不對 那麼我這裡有一個是沒有的 是我用機體模擬出來 現在機體很便宜 對不對 故意 那邊機體要緊嗎 不然我現在要機體了 對啊 泰國也會影響到你 不止硬體貴啊 硬體也變貴了 有沒有看到就是FAT甘熱 對不對 一般來講老式的隨身碟 很多都是FAT甘熱的 FAT甘熱的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 你要不要把格式化成NTFS 比如說你剛剛假設我要格式化的時候 我要格式化按右鍵格式化 有沒有選擇這個也可以選擇那個格式 對不對 你如果選擇NTFS 那麼 它都全部頂走之後 就趕上去 就拿進來 不過因為你用NTFS 所以它可能在Windows上用 比如說如果你是跟那個降機共用的 還是跟手機共用的 就不能合格式化成這樣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單純當作隨身解來用的 那就沒有差 就是我差畢是偶爾 所以它也可以幫我們做複雜的選擇 資料就比較方便 所以老師你可以檢查看看 你可以看看你的複雜姐是不是這個複雜 所以你要善用一下美體對 你可以試看看 把我才用資料表 好像加入我的財愛樣 你如果是文真人就要文件 除非人就要討論 或者說你想要自己 簽定一個自己的 我的金燈媒體對 也可以 把當作一個自己的資料講 看一下老師這個 如果你在ASP的狀態之下 其實我們有介紹一個叫AVinci 把名判這邊 所有把它加進來 有一個AVinci 那個 檔案 那這個呢也是個不錯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雖然是Vidia ZP 但是我還沒有設計程度就吃了一點 我們要找檔案 也可以像這樣這麼簡單 那您看一下 這個呢也是不用蠻重的 等一下我會把它壓縮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找一個這個名稱 我想要找一個位法 位法 還有1 1 那麼呢 當我在打字的過程他就開始在找 所以應該要蠻快的 有沒有找到了 還沒有很多 對不對 還蠻新實的 因為我們之前用舊的Windows 再找了之後 其實 平常老師是從這邊有一個收集 請問老師用這個的經驗覺得如何 其實 其實難用還沒關係 重點是 講的都腿磨 哈哈哈 這樣子腿磨一下也還 腿磨不給他進 那你能幹嗎 但是找不到才 才是重點 所以你看我如果說 打開之後 這樣我會說 嗯 有沒有發現下面就馬上進 還可以死 對不對 那你看到 這邊呢 就幫你把它標示出來有沒有 檔案資料表的名稱 或者檔案名稱 我們看一下檔案名稱有沒有 W開頭的 有沒有看到檔案名稱 對不對 所以 因為緊張不能做全文檢索 但是他可以找資料表名稱 就等檔案名稱 而且你看到他之後呢 你可以按右鍵 因為這個就是檔案總管 你可以打開這個路徑 或者是就直接 要複製貼上 或點兩下打開都可以 這樣你大概了解 提起名字WindowsSB 不要放棄 還是有希望 當然如果在SB 那個WindowsSB的狀態下 會比較方便 就是他有搭配全文檢索 好 那我們這邊就沒有 所以 我想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這個 給老師稍微 看一下說 其實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 那 這個檔案呢 我也把它壓縮一下 我把它壓縮一下 這個 AVT我把它 壓縮 那所以您現在到這裡 好我們剛剛在這裡 您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好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 你把它 下載下來解壓縮就可以用 好所以如果您是 還想要繼續用SB的 那這個應該是老師的另外一個選擇